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还真忘了带了 您这位前辈是 我是杜公关的 原来是杜先生的朋友 那是不能怠慢的 不过杜先生没给我们四爷备礼吗 怎么会呢 杜先生是最讲究面子的 这个理解他是不会错过的 来 请 大清老早的谁呀 开门 来了 来了啊 王公好 汪公子 汪公子 快进来 进来 来来坐坐坐 难怪大清早的喜鹊叫呢 快坐 原来是汪公子大驾光临啊 汪公子 哪个汪公子 上海摊上有几个汪公子 哦 有数有数 汪公子 汪公子 汪公长 谢谢 汪公子 你爹 就是 躲一躲脚地皮要抖三抖的汪四爷吧 丁伯父吧 我爹 有你说的那么可怕吗 哎呀 你爹是上海滩大名鼎鼎的汪大善人呢 怎么会可怕呢 哎呀 像汪公子这样有身价的人 和我们雪珠交朋友 那我是最最放心了 四爷上座 一靠头 一靠头 二靠头 三靠头 你是自愿加入本邦 还是受人指使 完全自愿 你能赐决尊守本邦邦归吗 赐守邦归 你要牢记 本邦邦归和三邦九代 是谨记 下去吧 谢四爷 恭喜恭喜 别人退隐江湖多年 今日洗漱小徒 重开山门 有来各位台爱捧场 所以特别小拙 请各位 一定要赏光啊 请请请请 各位请吧 各位请 各位请 谢谢 雪珠 有贵客来了 别进来啊 颜小姐 是我 温少爷 那那你先坐会儿 我去换件衣服啊 好 你在这等一会儿啊 哎呀 看起来这人哪 还真不可以貌相 哎 你就说这上海滩 大名鼎等的汪四爷吧 连黄金融和杜月笙都要惧怕他三分 可生出个儿子呢 偏偏腼腆的像个小姑娘 啊 我今天是特地来告诉你 进入决赛的五个人里啊 你的排名啊是很靠前的 真的啊 那那太好了 太谢谢你了 啊 可是 你要知道 这种比赛 内幕是很黑暗的 你说这话 是什么意思 啊 就是 明明你的条件很好 但冠军不是你的 怎么会呢 理由是各种各样的 譬如 某人的爷爷是下台的军阀 某人的背景是政府的高官 或者还有人 是玄米比赛 才生菩萨养起来的金丝鸟 这些全都会成为 拿名字的主要理由 你知道吗 你告诉我这些 是想让我退出比赛吗 当然不是 因为我知道 你的心里边是很坚决的 那当然 我决定的事情 不会轻易放弃的 好 好 雪珠 不 颜小姐 我会帮你的 我也会凭我自己的实力 去争取的 这次比赛对我来说 是可以改变我命运的一个机会 好 王少爷 谢谢你 我真的非常感激你 你给我出来 你怎么又在偷听你 我没有 我只是想来问一问 汪公子 用个早点了没有 你说没有 你就是偷听 偷听你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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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父 没事了 没事了 颜小姐 自己家里人 没什么客场的 他不是我家里人 他 他不是你继父吗 他根本不配做我的继父 王少爷 谢谢你给我做的一切 你先回去吧 那好 那我先走了啊 杜先生如此客气 王某真是受宠若惊啊 阁下既是杜先生门下的红人 李当上座 请 四爷请 上茶 请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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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魁哥 四爷 你 你 我们 行不更名 做不敢性 江湖上独网独来的陆振魁 陆振魁 你 陆振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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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无需多说 彼人自有交代 四爷果然是大人大量 但四爷 准备给我一个什么样的交代呢 彼人知道 今日收缺的这个顽图 素有改换门庭的恶行 这不符合邦规 所以我要他当着众人的面 自己有个说法 跪下 他 拿刀呢 背皮 你就三刀六个洞吧 无论如何给大家一个交代 也给奎哥一个满意的答复 也给奎哥一个满意的答复 卓陽 准备 语 ayud 提高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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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鞋备 准备 遇替备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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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 杀 杀 大家都不要动 陆兄 有话好好说吗 四爷 黑皮是我的人 我这是清理门户 我不想给谁难堪 好 陆兄快人快语 既然如此 宋客 慢 请王四爷把黑皮给您的东西还给我 从此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什么东西 四爷应该知道 如果黑皮不是把我的东西交到您手上 他也不至于惹来杀身之祸 东西嘛 是有一样 但像你这样损我面子 败我雅兴 您想我会把东西还给您吗 王四宝 你不是逼着我拉响炸药吧 拉吧 炸吧 最多是运时俱分 你们不是在找黑皮吗 他现在在汪四宝那儿呢 汪四宝受他做官门弟子了 现在正在开香堂呢 梦 好 那么 冬 舍不得这块烫手的山芋 那您就好好地悟着 咱们日后再说 师爷 胸部防征人来了 知道了 夏警官啊 你们怎么总是来迟啊 这话什么意思 我知道你们是来查找黑皮的 人我给你们背下了 老师爷 这怎么回事 把黑皮给夏警官抬到车上去 是 你们家四爷呢 我们家四爷在上房歇着呢 死人他还有心思休息 这和我们四爷可没关系 我们四爷金盆吸收以后 立志要做一个模范市民 今天重开香堂 师乃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你说说 这黑皮来头 如果我们不收的话 江湖上一经传出 是难以为计一样 本来我们是想啊 先稳住黑皮 然后再把他交给你们 这不想半路杀出个陆振奎来 这个陆振奎是谁 就是杀害黑皮的人啊 手段极其残忍 一击毙 一击毙命 他自报家门 说叫陆振奎 想来和黑皮 在江湖上素有恩怨 陆振奎 灰振奎 我无能 黑皮死有余骨 他把模板交给了汪四宝这个老贼 想从汪四宝手里夺回模板 恐怕不是那么容易吧 灰振 我们可不可以再做一块这样的模板 混账 这岂不承认了 我们是些废物吗 再说了 这样的模板 只此一块 多了 就会让别人嗅到我们真正的企图 那样的话 我们所做的一切 都将功亏一篑 但是 可以肯定的是 汪四宝现在还不至于把模板交到苏介 或者中国的警方 模板的利益到底有多大 对他来说还是个未知数 只是有极大的诱惑力而已 虎介 既然模板在汪四宝的手上 那我就不会让他过得安生 你的意思是 我要让汪四宝把模板吐出来 四爷 您说这下一步棋怎么走啊 没有棋 走什么 四爷 我们能不能选中求胜 把模板干脆交给警方 怎么交 现在模板在我的手里头 我去交给警方 我去交给警方 岂不是引火烧身 我说是黑皮给我的 姓官的可以用死无对证 来反制于我 我岂不是演了一首请军入瓮 我 我岂不是演了一首请军入瓮 你跟我们拼个鱼丝网破 陆振奎 你说这个陆振奎 你到底是何许人演啊 我觉得这个陆振奎啊 就是那个美国杀手 咱们那天去汪四宝向堂那儿找黑皮 去的路上在门口碰到一个人 我当时恍惚了一下 觉得这个人有点面熟 但是没有在意 进到屋里之后 听汪四宝的话说 那个人就是陆振奎 而且我现在越来越相信 陆振奎 对 跟那个美国杀手 就是一个人 事后诸葛亮 我看你是得了幻想症和怀疑症了 既然你觉得他们是同一个人 那那天你为什么不把他们抓住呢 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 我一恍惚 再说我那天的注意力 都在汪四宝那儿了 对啊 所以你还是没有把握呀 可是 我还有一个理由可以说服你 你还记得那天我们去汪四宝到香糖 找黑皮吗 黑皮怎么死的 一炷香从耳朵里插进去了 血都流干了 这种手法如此残忍 跟那个美国杀手是一样的 在美国 那个杀手 一口气杀了五个人 我发 行啊 这些我都吃的 说了识好几遍 可是我们现在没有任何证据 能够把这两个人联系起来 你敢断定这个美国杀手就叫卢振奎 你敢断定这个美国杀手就叫卢振奎 懂吗 我现在总算意识到自己的鲁莽了 在纽约的时候 我还以为上海 就是一个小村落 可是真的来到上海之后 才发现 这里可真是个海啊 大的 找人就像海里捞砖一样 那么不容易 这个仇 什么时候才能报得了 关总 关先生 这两天怎么这么平静啊 不太正常吧 汪四宝没有什么动作 陆振奎有什么消息吗 我们正在说他呢 说他 他就会在你们面前出现吗 你们得去找 上街去找 大街小巷 每个角落都得去找 是 不会那么太平淡 陆振奎不会 王四宝也不会 关先生为什么发这么大货 他也是不安心切 比如他吧 我都好几天没嫁阿敏 够难为你的吧 没事 幸亏他理解我 你去看看他 他一个人挺闷的 那怎么行 我正当班的 医院也是咱们巡查范围啊 别忘了 真有你 那行 咱们兵分两路 我去查医院 再见 阿敏 对不起 我都好几天没来找你了 没关系 这两天医院里也特别忙 你看 这帮学生为了抵制日货 再提兰桥啊 被日本浪人殴打 今天刚进来是七个 有的商量还不轻呢 这些小日本越来越猖狂了 这样下去的话 难保不打第二次松户战争 我可不希望打仗 都是上帝的儿女 为什么要互相杀戮呢 日本人才不是什么上帝的儿女 他们不会像你这么想的 现在亚洲和欧洲 火腰味都很浓 如果再发生世界大战的话 那我们还结不结婚啊 当然要结婚了 什么事情都阻碍不了我们相爱 阿敏 今天我就是约你到国际饭店 去看一看 听说那里珠宝铺里 来了很多欧美款式的钻戒 所以我想里面肯定有有你喜欢的 今天啊 我怕以后再没有时间了 今天可能不行 你看一屋子的商员 我怎么走得开啊 阿敏 那你真的走不开啊 李姐啊 改天好不好 行 没关系 李姐 你真好 那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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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珠 那边结束了吗 没有 你别太闷了 我出来透透气 那 是不是一会儿还得进去 怎么 你请我出去玩啊 李姐 嘉敏的爸爸真的是你的上司啊 是啊 他可是巡捕房里 第一个华人总巡捕 是我们所有中国人的骄傲 是吗 我还是小时候见过他 那时候他穿着制服 戴着铜盆帽 那样子可威风了 他现在还是这样吗 还是这样 他可是我崇拜的对象 而且 很受很多人尊敬的 那嘉敏的妈妈 受伤之后 就再没站起来吗 那时候 那些人渣主要是来刺杀关叔的 可是没想到 关伯母挨了这么一枪 伤得挺厉害 看来 关伯母是永远站不起来了 关叔还老说 他暴汉终生的就是这件事情 什么人这么恨关叔 非要置他于死地呀 当然是坏人恨了 就在前几天 还有人刺杀关叔呢 真的啊 那他受伤没有啊 没有 老天有眼 让那个坏人先一命呜呼了 哎 学术 哎 学术 你问这问那 是不是想做关叔的红颜知己啊 李洁 你胡说什么呀 我 我告诉嘉敏你去啊 哎哎哎哎 学术 就当我没说我开个玩笑 其实我是背着阿敏来的 我还要找你帮忙呢 呀 你好大的胆子 那我更要告诉嘉敏你去 哎哎哎 哎 学术 哎 李洁 啊 你带我来这儿干嘛啊 哦 是不是怕我告诉嘉敏 想买东西贿赂我呀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哎 学术 小姐 麻烦你把这个钻戒让我看看 是这个吗 先生 这个啊可是货真价实的 难非火油钻 我知道 哎 学术 带着看看 嗯 你跟阿敏是最好的朋友的 你跟阿敏是最好的朋友的 再说你们女孩子又了解女孩子 所以我就想让你参谋一下 你说这款钻戒 她会喜欢吗 哎呀 你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你真要送戒指给我呢 不过这个戒指挺漂亮的 我想嘉敏一定会喜欢的 真的 嗯 好 小姐 这个钻戒多少钱 两千法币 谢谢 我现在还买不起这个钻戒 但是 我一定会想办法给阿明买的 对了 学术 你能帮我算是保密吗 呢 你能帮我算是保密吗 嫁妮可真幸福 我怎么就没人对我这么好呢 雪珠回来了 怎么样 名次决出来了吗 累了吧 好好睡一觉啊 其实啊 得不得名次无所谓的 妈 你觉得我漂亮吗 当然漂亮了 我比嘉敏还漂亮吗 你在妈的眼里呀 是最漂亮的 那为什么嘉敏有这么好的爸爸 而我就没有呢 都想些什么呀 不行 我一定要出人头地 我要让所有人都觉得我最漂亮 我的美是没有人可以夺走 没有人可以摧残的 李嘉敏啊 这两天案子查得怎么样了 别提了 我们这个案子是越查头绪越多 越查越乱 爸 都说你是办案的高手 你也有空帮我们点拨点拨呀 老子点拨儿子当然没问题了 不过在你官叔面前 千万不能透露我说了什么 官永鹏好面子 好生性又强 谁要是在他前面说了什么 他会不痛快的 官叔这两天头正大着呢 爸 说实话 我们这个案子 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 那个瘸子死了 好不容易找到的黑皮 又被人给杀了 杀手就是陆振奎 可我们对陆振奎的底细 一点都不了解 安可说 他也许就是美国杀手 可是他为什么要杀黑皮呢 至今还是个谜 还有 这个人 是不是就是我们一直在找的 黑皮背后的人呢 我简直是一堆的问号 在汪四宝的口供里 他描绘的陆振奎的样子 又跟通缉令上的样子 一点都对不上 不管是安可的陈述 还是美国方面来的情报 都谈到了一个内容 说那个凶手形象多变 这一点 你们千万不能忽略 那个到王四宝家 想躺去的人 会不会也是化了妆的呢 现在只有抓住陆振奎 才能知道真相 可是这个陆振奎来乌影去乌宗 我们到哪儿去找他呢 我突发奇想 这个陆振奎 会不会就是当年的陆华大 爸 爸 你提醒得非常重要 明天我跟关叔说一声 让他顺便查一下这个陆振奎 记住 别跟关叔说 是我提醒的 值得 好 四爷 我们能不能借助钟馗打轨 这有句话 不知当说不当说 景斋啊 你和我还有什么能不能说的呀 我们一直盯着的那个弹上 好像是 有了一条细缝 好啊 这无期之局 不是有了期了吧 是 我知道 请您放心 我一定尽快地破案 你可不要被康逊说中了 真的成了任期最短的华裔总寻谱 我明白 我明白 大爷 早就准备好了 请进吧 马师爷 我原来跟你说的那个人啊 他来了 请进去 那边来电话了 打招呼了赶快去 今天可是位贵人 可得伺候好了啊 什么贵人呢 对于我经历里来说 那还不是三只手指头捏螺丝的事情吗 行话少说啊 今天的事情是你们让我去的 不许抽头 今天不但不抽头 四爷啊 还有赏钱呢 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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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吗 有人吗 人吗 人吗 站着 转过去 这位先生 你很不自信嘛 不会是头一次干这种事吧 别动 难道你是夜半歌声的宋丹萍 闭嘴 把衣服脱了 你这是干什么呀 放废话 你轻点你弄疼我了你 你讨厌 你急什么呀你 我不是是你的吗 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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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鹏 你回来了 回来了 回来了 你先睡吧 天助我爷 这个弹总算有了裂缝了 靖柴啊 照片收好 暂时不要声张 好 您放心吧 四爷 师爷 少爷来了 爸 这次选美啊 大多数人都看好了阎雪珠 说唯有她落落大方 一点都不搔手弄姿 这也只记人不记名 哪个是阎雪珠啊 你指给我看看 你看 这个 这也就是为实 Did nothing 吓人 否有 账人 这是 要凭我们投票的 哪能由你说了算呀 文龙啊 你信不信 到头来 还不是全凭我一句话 爸 我还是不太相信 这种文明事 你也能左右 什么文明事啊 其实这也就是一种游戏 不想不想 但不得真 爹只让你记住一点 十年八年以后 左右这种文明事的 就该是你了 先生小姐帮帮忙 帮帮忙啊 爹嘞 给口饭吃 先生小姐帮帮忙 给口饭吃 先生小姐帮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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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忙 帮忙 先生小姐帮帮忙 谢谢 先生小姐帮忙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